我觉得对一个球员来讲 翁达瑞的这些言论 都是一个最low的 然后最没有水准的一种说法 包括其实 我觉得那个蓄水池用的不好 要讲制洪池 林志坚的制 沈慧弘的洪 制洪池 好可怕 对 然后呢 因为他是水 只要留在那边 他就退不去 而且不下雨都会积水 那这个很荒谬 讲什么棒球 哪有棒球场不积水的 不是啊 每个棒球场没有错 户外的 这个如果是户外球场 如果下雨 会积水没有错 但是多久会排掉 不是不积水 是排水 是排水的问题 而我们的新竹棒球场 得天独厚 全台湾唯一一座 地下还有停车场的棒球场 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导致他的整个排水系统 根本没有办法发挥功能 因为全部都积在那边 全部没有办法排下去 他的这个停车场 不知道怎么盖的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2014年的时候 在林智坚 还没有当选市长的时候 新竹棒球场 曾经做过一次整修 2013年做过整修 当时包括什么 李延慧啊 这些民进党的议员 曾经就质疑说 哎呀你整修完 新竹棒球场排水 还是不好 曾经过去 他们这样质疑哦 结果现在 当他们自己当的市长 再重新整建完毕 一模一样的问题还是存在 那就表示 当初你们在设计规划的时候 就没有把这个因素 考量进去 那现在 然后呢 这些绿营的朋友 居然还在那边拗 说哎呀 是你高宏安 不让他开打 哎你就是想要拿这个来 当你的政治利益 拜托 是谁 是谁急着让他开打 想要赚取政治利益 结果大翻车 请把去年7月份的事情 我们重新review一遍好不好 海华XO干贝酱 这一罐很厉害很威好吗 它的蛋白质呢 是鸡啊牛啊虾的三倍 这么好的干贝酱要去哪里买 是我们上我们的中天快点购的 电商的网站 搜寻 你就可以找到咯 好 希望大家爱用咯